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保设备可以让顾客无忧无虑地放心消费 同时保障员工的人身安全 安保设备可以有效警惕潜在罪犯 全天候监测出入口和守护重要资产 首先 安防需要由细雨良好 经验丰富的持牌防盗公司设计和安装 由于安防系统牵涉复杂设计 借此可以大幅缩短工程所需时间 同时有效保障商户 我们公司服务了20多年 备有专业工程团队 为各大商户设计一站式安保方案 让商家专注业务 有我们提供优质 可靠 稳定及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案 系统方面 闭路电视能在日间有效监察店铺 保障员工和顾客 并留下完整影像记录 做追究用途 因此 有必要覆盖所有主要出入口 销售区域 货品储存地点和任何有金钱交易的地方 同时 既仅在当眼位置贴上闭路电视监控提示 此举不但能有效警惕罪犯 更智慧公众 他们已经进入监控区域 不要轻举妄动 以身释法 此外 现实的闭路电视更搭上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进行自动化人流统计 无需额外人手 有效分析客户的出入数据和货架吸引度 以便制定营销策略 防止贼人夜间盗窃 应该安装人体传感器 门窗传感器和警钟 电源关门时会启动传感器 如果有未经授权人士进入 会触发发光有声警报 并通报24小时监察中心 提示警方做进一步行动 此外 还需要玻璃破碎侦测器 如果有贼人利用硬物打烂玻璃 洗洁店铺 会立即通知商场管理职员 正所谓才不可入眼 有时候预防盗贼最好的方法就是 好好保存贵准资产 所有货品必须所在仓库里头 贵重物品放在家伴 轮进系统 亦都要安装于经理房间 职员出入口和家伴所在地 并配以适当开卡系统和门组 避免闲杂人等屋内 并把现金放置于家伴和收银机 职员收铺离开时 要检查附近 没有口疑人士 管理人员更替时 继续联络工程公司 有关人员变种 并及时更换密码和锁持 B型检查方面 每半年检查一次安保设备 寻找合适企业进行维护工作 以及定期和员工进行设备训练 随后 记得为所有安保设备做好维修检查 定期和员工进行各种危机演习 并列明突发情况时的应对措施 例如面对持有武器的贼人 记得尽量保持镇定 在保障自己人身安全的情况下 避免店铺损失 尽快逃离到安全地点 总而言之 做好店铺房道 必须要由细与良好 经验丰富的持牌房道公司设计 安装和维修保养 这样就自然半无一失 保障好店铺资产和员工人身安全 定让客户专注于业务发展 想了解更多最新的科技资讯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和点赞 下次再见